今天分享一块两个亿的翡翠 这个吗 对这是一块全堵的色料 也不能说全堵 这里已经开了些窗 开了些花窗 然后打灯给你们看 敞口的话能看得出来吗 你能看得出来吗 末文鸡啊 嗯对末文鸡 末文鸡是专门玩色料的 这个个头是非常的大 西科也是游性度非常的好 这一块就是一个色 就是一个玩色的翡翠 来这边开的窗 可以的吗 对 开窗位置的话几乎色都满了 看到没有 漂亮漂亮 还有这一片 那这里还有没有 还有点没有开窗的打灯都是色 嗯 然后这些位置也是看到没有 这些都还没开窗 这都要薄啊 对 这块给薄 给薄个满色的手座 看花不花得开 花开了裙色的话就不得了 对吧 对啊 这一裙色的话就不得了 嗯 如果这一片都是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手座位是有的 是 色也是挺洋的 这个色 这个有多重啊 5.5 5.5公斤 嗯 色团还是很大的 这个 喜欢全薄的 这块料子就可以来了 对 那这边给薄个满绿的手镯 实行也好啊 对实行也很好 我到满里都几百万了 人民币 哦 几百万 想一想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不敢的 这个说不准的 谁说不准的 对不对 对说不准 但是都要去靠运气嘛 对有机会 要去搏 就是说是有这个机会 对吧 但是这里牌子 也很多啊 一个牌子也很 对这里的话 牌子从这一项片起 这一片都有色呀 从这一片 对 就赌那一片吗 对吧 嗯 就赌这一片 这片呢 还也可以做很多的色牌子啊 嗯 还有那个界面 不错不错 喜欢的找爱联谈吗 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块 12万亿的料金 一个手肉 几乎都能水灰板了 蛮绿的手 来就是这一块 哇 这么大 对 一个铁龙参的 有68公斤重 然后呢 我就先给你们说一说 铁龙参的由来吧 铁龙参呢 在90年代啊 初期被缅甸人民挖出来了 然后 也被称为甘青啊 为什么会叫它铁龙参 铁龙参呢 是缅甸人嘛 给它命名的 因为缅语的意思 就是蛮绿的意思 也被命名为天龙参吧 但天龙参是被 中国的香港命名的 铁龙参它 全身都是色 大家都知道啊 铁龙参呢 它水头会有点偏短 但是这块呢 这块水头呢 是相当不错的 水头非常的好 不短的我感觉 对这个水头不短 你看蛮绿 它都没有这些位置 这边 它是以维络为元素嘛 络元素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络元素也是织绿的 所以它满身都是绿 跟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它这个实行也可以啊 对实行可以 这块呢 出个手镯 能出手镯的 平面没有啊 可以出手镯 嗯 它这边换的水 一点点都没有 有这么厚 厚度很大 它68公斤 它重量就在这里啊 嗯 切出一个手镯的话 已经不得了了 这块满绿的手镯嘛 但是你们也知道 铁龙参呢 它大多数会被 用金镶纤维 薄薄的一片一片的啊 但是都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它能出手镯的话 就更漂亮 对金镶的挂坠 耳垫 对很薄很薄的 那你们市场上 就可以见到很多很多 它这个唯一要磨的 就是里面脏的多不多 如果脏的不多 就大发对吧 对 如果脏的不多 能出手镯 那就我已经 就一个手镯 几乎都能是鬼板 蛮绿的手镯 那不太了 不太了 对 68公斤嘛 这个你交价是吧 12个亿是吧 对 12个亿 这个可以弹的 对吧 这样的还可以弹 好的 喜欢那种按铃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